沒錯 我們來看看 蔡總統已經講了很多次 我們是任性民主 任性台灣 任這個任性 這個很有張力的地方 應該更有自信來對外開放才對 這也顯現我們跟中國大陸的不同 觀眾朋友 我們剛剛聽到 這個預防委員告訴我們 這個關於氣球事件 美國是不是就想讓他降溫 我們來看看 據說這是路透的一個訪問 路透的一個新聞 他說拜登即將對中國氣球發表演說 就是氣球事件應該這麼講 他對於氣球事件 他自己會定調 他要親上火線 所以未來對於所謂間諜氣球的事件 是要降溫還是升溫 看起來有可能是往降溫的方向走 而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也說了 你指控我的氣球飛到你那兒 可是你們美國的高空氣球 也飛越我新疆 飛越我的西藏 到底誰在玩遊戲 大家心知肚明 於是華爾街日報就有這個標題出來了 他說現在近太空的新戰場 已經開打了 接近太空的新戰場 在高空的戰場 美中爭奪的非常嚴重 非常厲害 在爭奪掌控權 包括你看中國大陸的殲-20 美國的F-22 看到他升空去擊下這個氣球 去射下這個氣球 都在展現自己的實力 日經 日經亞洲說 英國的戰略研究所 他推估中國的隱形戰機數量 已經超過美國了 所以這也是包括西方世界 都在蒐集的情資 另外在我們新聞大白話 一直提醒的事情 在美國國內 也是很多人關心的他的債務 已經即將頂破了這個天花板 錦鄰大座 現在已經來到了31.5兆美元 總和台幣是970兆 所以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警告 如果不解決 最早7月就違約了 現在是2月 即將來到2月底了 而我們現在看到葉倫 美國的財政部長他非常緊張 他說 如果你不去提高債務的上限 一場經濟及金融的災難就會來了 現在美國的國會議員 每一天都在為這件事情在狂吵 而美國的兩大債主包括中國 包括日本都在狂拋美債 過去你可以看到他們都在減持美債 中國是連續5個月減持 總數量已經創下2010年以來的新低 日本一樣也減持了 持續在減持 所以加總起來日本減持6.7兆美債 中國減持5.2兆的美債 這都是台幣 另外我們看到中國要減持美債 可是另外一手 另外一方面他不斷的在買黃金 我們就可以看到日經 他的報導就說 這個意思是他想要加快脫鉤美元 他把黃金把它儲備起來 買很多黃金再囤黃金 中國的央行連續3個月囤黃金 現在已經暴增64% 2022年去年中國進口了1343段的黃金 創下了2018年來的新高 大家都知道亂世 戰爭 你要買黃金 所以中國大陸正在做這件事情 而另外我們看到了 中國國立的新戰場 或者是世界的科技的新戰場 可能從手機移轉到汽車了嗎 我們說的是能源車 美國百年大廠福特 他聯手中國大陸的電池巨頭 寧德時代 他設廠了 這件事情一出現 新聞一曝光 美國的共和黨參議員 盧比歐就氣炸了 其實不只他 很多人就很生氣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現在在做什麼 在補貼 在獎勵 在獎勵國際的這些大德 包括能源 包括汽車工業來這邊設廠 他給你補助 可是你怎麼把中國大陸的電池 也把它合作起來了 那個搶 跟美氣或是其他國家的企業 來搶補助 所以他大大的批判了一番 而我們現在看到蘋果的庫克 他說他們考慮要找奇瑞 這個中國大陸的一支車廠來代工 那預定2026年來亮相 未來有可能蘋果就要出他們的汽車了 而另外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那當然是一個消費大國 他也是製造大國 中國大陸現在很多人買車 尤其是新的能源車 特斯拉 特斯拉不斷的在降價 可是好像看起來沒有賺到便宜 比亞迪 他在中國大陸的銷售 還是略勝一籌 那有評論就說 這是馬斯克比不過民族情節 中國大陸的愛國星大爆發 民族情節大爆發 他們自己買自己 國家生產的汽車 而另外我們看到電動車 很多人不敢買的疑慮是 沒有地方充電 開到一半沒電怎麼辦 對岸 官方的充電投資 越來越大 他們投資電樁 十年砸4.4兆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包括美國也一樣 這些基礎建設 電動車的基礎建設 他們也在擴充電樁 包括他們五年要砸1500億台幣 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波克夏的副董芒格 他說相比特斯拉 他更看好比亞迪 當然每一個人的判斷不一樣 所以現在的禁竹 是方方面面 我們先請教亮哥 亮哥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包括中美氣球事件 是不是要往降溫的方向來走了 我覺得育方兄講得對了 行政部門確實想降溫 事實上白宮 軍方第一時間就認為 那個軍事威脅不大 可是問題是 他就是被美國民眾募集 然後媒體跟眾議院 就是把他吵得很高 所以白宮想降溫 可是眾議院未必這樣想 因為接下來眾議院 會不會成立 針對這個事情的調查小組 這個白宮也不能掌握 所以我覺得還要看 而且大陸現在好像要做 實體的反制措施 如果大陸真的宣布 美國恐怕又要再反制 這樣又是另外一波了 現在 美國事實上已經針對 六家中國的企業 都是有關通信雷達的 已經做制裁了 做制裁了 反而做氣球的那個 珠洲橡膠沒有被制裁 沒被制裁到 這個題外話 我倒覺得美債是個大問題 因為 川普在2020卸任的時候 美債只有24兆 拜登才幹了兩年多 就給人家拉到31.4兆 所以坦白講 拜登執政真的是蠻不負責任 他就是一直印鈔 那印鈔你要變成美債 讓大家來承購 那其中百分之40是海外承購 那他現在就是卡在海外承購 那日本中國意願不高 然後連續都在賣 然後就造成了美債大概第一次碰到了流動性的危機了 就你賣不掉 或者價格在跌 所以葉倫很緊張 我覺得葉倫想要去訪問中國大陸 這個一定是重要的目的之一 因為拜登 這個不負責任的總統 2021年12月 又把美國的舉債上限拉高2.5兆 結果現在 又快到了 只差780億就到了 又到了 又快到了 對 那大概7 8月就破產 就是碰到這種總統 你有什麼辦法 那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 現在共和黨就是在跟民主黨商量 那共和黨是主張要刪掉那個行政部門的裁量預算 那當然民主黨在抗拒 可是現在也找不到辦法 所以我覺得葉倫應該是要拜託中國不要再賣 因為中國已經減持到只剩下8700億 那中國會聽嗎 中國我認為他本來設定的目標是要賣到2008年的水位 就是5800億 所以他還要再賣3000億 我覺得 你現在裝備關係就是這個樣子 人家為什麼要聽你的 所以你才會看到他拼命買黃金 知道他的黃金水位還是不夠 還要再買 他現在只有2000噸 美國是8300噸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黃金佔GDP的 你的外匯儲備佔百分之多少 中國現在只佔3.6 非常低 那美國已經超過60%了 所以我是覺得 坦白講這個問題要解針的難度非常高 如果中美目前的氣氛是這樣 坦白講我現在還找不到方法 還是沒有解方 我們來請教育方委員 育方委員你怎麼看 所謂的近太空新戰場 有這個事情嗎 其實氣球 有氣球它的妙用 它流空的時間很長 而且尤其你可以控制它的話 它定點可以 滯空時間可以很長 而且它相對來看它也比較便宜 成本低 而且你知道衛星為什麼有它的問題 即使低谷衛星 雲層 雲層如果很厚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到底下 可是氣球你如果可以調高調低的話 就會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氣球 一般人家被認為是無害的 當然今後就不一樣了 所以很多氣球飄去 也都沒有問題 你看美國的氣球 飄這麼多道 俄國有沒有被打下來過 沒有 俄國氣球到美國 美國也從來沒有打下來過 所以以前大家都玩這一套 只是這一次就是不行了 就這樣 我倒覺得我對寧德跟比亞迪 是比較有點興趣 我們常講他們的外交是什麼 戰狼外交 其實你看這兩個企業 寧德時代大概用了12年 比亞迪大概用了19年20年 就在世界稱雄 你看寧德時代的鋰電池 汽車用這個電池 世界第一 你說福特銭要跟他合作 盧比亞說吃不 這個很不爽在罵 對 他說要敲我們的補助 盧比亞小不小的 本田入股50億人民幣 花了50億人民幣來入股 入股 對 就成為他的大股東 所以這個是企業界很簡單 你在搞政治的人很複雜 東想西想想一大堆東西 企業界很單純我就是要賺錢 我要降低成本 你想想看 為什麼馬斯克他的汽車可以降價 降這麼多 就是因為寧德時代在後面 他的電子便宜好用耐用 他用過他說他才有辦法降價 所以你想比亞迪也是真的很厲害 比亞迪2003年 才收購了西安的前川汽車 然後才開始改名為比亞迪 2003年而已 到了2022年 他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三大的汽車廠 這個非常非常的 這個一定要看得非常的準 當然大陸因為他市場奇大無比 成為他一個很好的一個基地 有一個基本的市場在那裡 但是他們很 他們敢衝 所以而且看得準 所以像這個鋰電池這個事情 你南韓你日本顯然就沒有 是 中國大陸看得那麼準 看得那麼狠 砸下大錢往前進 你包括美國你都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不要一直小看這個中國大陸 對 這裡面慢慢我們就看出 他有些的場 已經在這世界稱雄了 數一數二這樣在生存 這值得我們自己要去警惕 沒有錯 這個真的是值得警惕 但他已經不是過去的無效阿蒙了 這個部分可能 連美國現在都忌憚了 來 我們請教顏教授 我自己是研究美國的 我覺得現在就是拜登在 2022年期中選舉 雖然說是小書 大家都覺得他好像 這底氣現在強了 可以來競選總統來任了 參議院還增加了一席 好像眾議院那個紅潮沒有出現 可是對不起 你是從222對213 現在是反過來共和黨222系 民主黨213系 這個9系9系這樣對調一下 馬上情勢就不變了 這個眾議院就有各種強大的勢力 包括我們看到麥卡錫 他當時選議長的時候搞了15輪 就表示那個極右派 是很想給拜登難看的 他們現在也代表了一個 超乎他們該有的一個力量 在國會裡頭 共和黨長期以來就是認為說 在民眾當中要建立的形象說 我們共和黨是最有財政紀律的 民主黨每天在亂花錢 特別是在社會福利上面 在亂給 所以他本來要砍社會福利 但是看到拜登在 國情質問演說當中 就是說他說你們要維護這個東西 要站起來 所以也很難 所以一定是在其他地方要砍 可是說老實話 你說共和黨 我也不同意說 川普完全沒有責任 你搞減稅 後面後續的效果就出來了 所以看得出來 然後拜登要面對的就是說 過去這兩年 你的這個通膨這麼高 債務很多 美國每次說要養那個債 那個光是那個利息 就會增加 那你現在利率一直調 你就是利率會增加很多 所以我覺得美國 面臨到這個債務危機的時候 當然共和黨是想給民主黨難看 但到最後的結果 你如果說真的開始關門 一些部門 每次都是先關什麼 國家 公園 都是這一類的 就是景點等等開始 因為那個不是最必要的 但是如果真的開始關到 共和黨的州的時候 他們就會跳腳 他們也會跳腳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還是會找到一個方案 只是說拜登 可能要讓步讓的比較多 因為共和黨想要鬧你的地方 除了這些還有很多 還有包括去找你兒子 Hunter Biden的麻煩 然後還有對你們 針對川普想要起訴他 他們也有意見 所以會有各種的衝突 但我覺得這個只是 他拿來做兩個對抗的 當中的一個籌碼而已 是否會這樣 就是因為其他的 那樣是非對抗的 對抗的 要索領的 感谢观看